大家好,我们很多话友养蝴蝶蓝的时候啊,不一定会用上这种透明的塑料盆,可能会用一些黑色的盆,或者是呢,一些红桃盆,像这种盆呢,我们很难观察到蝴蝶蝶里面的这个根系问题,很难发现它是否有烂根,那么今天呢,就教大家看准两个信号,轻松判断出你的蝴蝶蓝是否烂根,首先第一个信号就是观察蝴蝶蓝的叶片,蝴蝶蓝的叶片如果出现失去光泽,而且发软发皱的情况, 那么就有可能是烂根,根系受损,无法正常吸收水分,然后导致叶片失水而出现这种情况,第二种信号呢,就是这个蝴蝶蓝啊,栽种不稳,我们会发现轻轻一碰啊,它就左右晃动,或者整株植株直接倒伏,那么这也是因为严重烂根而导致植株这个根啊,扎不稳而造成的,那么如果一旦发现蝴蝶蓝烂根,我们最好就是给它托盆修根再重新栽种,如果你实在不想托盆修根的话呢, 在根系烂根不严重的情况下,我们可以用这个蝴蝶蓝,土壤专用的杀菌剂,稀释1000倍,给它灌根,杀灭盆土里面并均,也可以有效抑制这个烂根的继续发生,当然呢,平时还是以预防为主,预防呢,也是用这个蝴蝶蓝,每个月给它稀释1000倍,灌根就可以了,一个月一次,可以灌根,或者是采用浸盆的方法, 这样在杀灭盆土里面并均的情况下,后期的它才不容易感染并均,烂根,所以养蝴蝶蓝呢,我们读懂了这两个信号,就能够轻松判断出蝴蝶蓝是否烂根,后期应该怎么养,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